音色轿车摇摇晃晃还开进对象车道 后面的民众一个个探头查看还追上前去 原来这名车主救驾撞车碰的一声 吓坏附近住户赶紧上前追人 停在路边的机车像保龄球一样倒成一片 有的比较严重连车壳都掉了 一共撞毁一辆汽车二十辆机车 当时黄信驾驶酒后驾车开到立农国小斜对面时 撞倒了一整排的机车 而现场还留有不少车壳残骸 无辜挨撞车可烈 连妈表现都断了 维修费也要上千元 而赵氏的42岁黄信驾驶酒测值1.05 则说心情不好才喝酒疏压 黄信酒测值高达1.05 所以他是严重的酗酒 有喝酒的情势 犯贤他是说他去找朋友喝酒 大概只有喝了一些啤酒 约6瓶 喝得醉醺醺开车上路 索性没有人员受到波及 黄信驾驶不仅得吃上公共危险罪 还得承担起受害车主们的维修费用 记者华少平刘雨景台北报道